大甲镇蓝宫妈祖回篮进入倒数尾声 大批街角民众却数度发生推击冲突场面 相当火爆 民众叫骂声不绝 而警方也不停吹哨要大家冷静 在这混乱之中 害有人趁机丢出一瓶辣椒水 杂中一名男子 男子痛苦蹲在路边 一旁有人干净用水帮他冲洗 大甲马进入回城的一级战区 16号晚上回篮停住在彰化石填后宫 时俵凌晨零点准时起下 沿着永乐节前行 彰化警方部署了700名人次警力 维持秩序 不过就在行进民族路关地庙前 却速度发生推击 场面相当混乱 轮交在此定点就耗上了十多分钟 甚至在回篮的过程中 金炉还被涌现的人潮踢倒 马路上满满都是海带燃烧的静置 这场民族路上冲突结束后 轮交沿着中华路和中山路 一路北上进入了台中市辖区 一路北上竹都应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